洛基兒養動物未想過要3B 昨天洛基兒出席關注動物組織活動 講起養寵物 她說同男友合共養了兩隻狗和兩隻貓 所以大家都花了不少愛心和寵物玩 而他們更加打算會再領養動物 我有打算的 所以我待會有時間都會慢慢去看 因為其實我覺得領養都是一個很 如果你自己最重要是你自己可以給到那個responsibility 如果你是可以有一個responsibility去照顧一個動物 不要你是領養還是買還是別人送給你都好 這個是最重要 當然你要知道一個lifetime的commitment 都是很開心的事 Gaylee 你要照顧這麼多動物 又會不會影響你的生育計劃呢 當然不會 兩樣不同的 即是不同 It's different 但是現在暫時就算領養和不領養 都暫時都沒有打算生小朋友 暫時都沒有打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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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都沒有那個plan 這順其自然 暫時就沒有那個plan 暫時都沒有打算 暫時有的 暫時都沒有打算 暫時我們不可能 暫時都一樣